各位網友,來到Monday 2月6日星期一的GigiLive 每個星期一至五直播 星期六日一時鐘都有節目 一至日就是一天 365天每天一時鐘都有節目送上給大家 小題就是Kelvin 無論一至日都是見到我,沒辦法 正確告訴你清楚嗎? OK就告訴我OK 旁邊有一個Patreon的Code Patreon的節目就是5元就是VHK 一至五的 通常都是12點多上載 主要都是圍繞國際話題 最近國際話題都是圍繞一個球 這個球果乾 所以這集值得支持 如果你是加入了未聽的話 不妨聽一下,我也覺得很好笑 現在就把球打爆了 這個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換磨 一打就爆了 以上的話題就放在Patreon 如果是10元美金 就會收聽到小弟財經節目方面的資訊 20元美金就支持了 大家就多多支持 這次真的是珠珠 這個《級十九歲的我》這部電影 真的是珠珠了 今天我就想多一些篇幅 講講這宗爭議 當然我是未看 太陽款也沒得看 興趣也很有 但是 考慮到兩位其中主角的 心情的話 我就再看 反正有這麼多東西都未看 我又不一定要看他 正義回廊 我又沒得看 現在都錄了 還有 希望我這邊會上毒蝕大狀 昨天就看了 星期六我看了兩部電影 第一是看了BTS演唱會的電影版 第二是看了Slamdown 我明天會在隔壁台做一個特備 就是這樣 好,聲音慢慢聽得清楚 跟大家打聲招呼 Ming你好 Elway Doniger你好 Amy就說 網上的報導剪了其中一幕 有大約二十個應該是中一二的女生 穿著泳衣 隱約看到少女的身形 嘩一聲 就說 怎麼可以出現這些鏡頭 還要發紅給全世界 這也是其中一個爭議性 但我覺得爭議性沒有 都是其中一個 我沒有想過這個角度 因為我沒有提及 我沒有留意到這些角度 是一個應該要考慮的 好 還有Dude你好 Fogg Joe Amy Ming 美帝欺人太臣說 打爆了一個大波 就是這樣 我是中國 你打爆了一個波 我有一千千萬萬個波 說起大波 我們中國最多 你不要理真還是假 中國現在說嚴厲反制 完全是有失國體 我每天放六千萬個波 你射吧 我看你射多少個 這樣才是強國反擊 你也看一人分禮 你就好了 我也想看 我看了周冠威導演的訪問 他有一個訪問 我忘記哪個節目 很有深度 我覺得挺想看的 那個標題應該是說 被人很爭議性 罵到爆 我看完那段影片 有些相片 OK 情報的隊伍都讀十九歲 說很真很特別 你意思是都讚 好 各位網友大家好 再次歡迎大家 正式開始 今天就 不等大家了 今天大家都很準時 我們先講講這部戲 我想大家都知道有什麼事 也都 如果你是海外網友的話 或者 其實我也是海外網友 不過我要為了工作 要看很多新聞 今天《級十九歲的我》 這件事是非常之多 這件事 本身背景是英華 英華女校 整個項目的導演是張遠亭 我先講結論 我其實看了整件事的來路 我都有些提法 但是我不想 通常我想的方法就是 究竟他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爭議 可以是死於狠狗 可以是死於制度的問題 可以是死於誤會 然後我就會想 究竟是不是導演的問題 是不是整件事的問題 是不是學校的問題 我還未上升到社會的問題 是不是香港的問題 反而我看了很多訪問 而且我其實不是很熟悉張遠亭 我不是很留意他的事情 所以我就看了幾條訪問 我看了這個訪問之後 為什麼我會放在封面上 我就奠定了大半的原因 亦都可以上升到一個 又不是社會學的 一個比較社會層面的探討 亦都是我經常都很想說的一件事 就是你們覺得少女、少年很難搞 很反叛 那是要 你怎麼能夠定義她的反叛呢 你怎麼能夠定義她的反叛 你就是要看看你們所謂的大人 這樣說的有點奇怪 因為我也是大人 就要看看你們大人怎樣做 如果你們大人是安守本分 那些小朋友是要不聽你說的 那就是反叛 那我也覺得沒問題 因為大自然準則裏面 是by design年青人 是要反叛的 成年人呢 你是應該加以去輔助 加以諒解 這是你大人的責任 但是如果你當你大人做錯事 好像現在這個香港社會 高官又是混亂 制度又混亂 極權又混亂的話 我覺得小朋友就不是反叛 他防守他自衛 這個不關小吾小朋友的事 當然這個就扯路很遠 我看到沈旭暉 他又很厲害 我又很少推介沈旭暉的節目 不是說他的節目不好 贏我 不是我對我的口味 太高深了 太深我 聽不明白 但是剛剛這集節目 他講十九歲 我覺得有個點 他又上升得多恰當 就是講集體主義和自由主義 有興趣的 你們只可以聽見 堅尼地成的YouTube Channel 這件事就是英華 話說是這樣的 因為英華要搬校 要簽校 前校長呢 前校長就是這位 錫玉瑜 錫玉瑜校長 找張遠亭 張遠亭當然也是英華 是校友 不如記錄他 第一 因為張遠亭是名導演 第二 他是很認識搞情懷 其中一個是他的代表作 也和我有關係 當然就是玻璃之城 這部電影我們作為一個利馬鬥宿生 簡直在 我想播到懶 播到懶 播到懶 是不是我們很喜歡這部電影 其實也不是 不過就是因為你有講Ritchi Hall 還有書奇 黎明是Ritchi人 這個當然可以 所以每逢那些宣傳日 i-day 我們叫i-day 就是所謂open day 通常都會不斷播 我不知道現在播不播 我們那年代就是播到懶 或者跟別人介紹 有時候十幾年前會跟別人介紹 你讀什麼 你在哪裏住康 Ritchi Hall 你有沒有看玻璃之城 黎明那間 旁邊就是河東 書奇那間 這十年我們就不會這樣介紹 誰懂玻璃之城 現在那些年青人 都不知道玻璃之城 好了 當時玻璃之城 就是因為河東拆 河東拆 所以在拆之前 就拍了一部這樣的電影 所以 我猜是有這樣的 而那部電影 我想口碑也不錯 口碑也不錯 你又有黎明書奇 那時候也挺經典的 就可能令到英華 校長或者管理層覺得 嘩 我們找張遠亭再拍一部這樣的東西 留住我們英華的一些回憶 我覺得出發點是好的 根據他的訪問 本身就拍千校這件事 張遠亭又覺得 很悶 你搬校要怎麼拍 不如拍一些人 所以 就以學生作為一個出發點 就去拍攝這部紀錄片 這裏 其實經意衍生第一個問題 就是你本身是想著商業供應 還是內部籌款 你去到這一刻 你也搞不清楚 根據學生的說法 本身是想著做一部紀錄片 是用來籌款 用來內部供應 或者電影節 你可以說 你太天真了 上了電影節 當然是會商業供應 你可以說學生不成熟 但當學生後悔的時候 你不可能不尊重他們的想法 甚至可以說 現在是不是紅了 又想騙一些好處 你可以這樣攻擊他 但是 你要記住一件事 你是校方 你是導演方 你是有權力那方來的